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阿Man 今次我们试试拍摄一些反光度高的金属器皿 简单些 我们用金属叉做一个示范 主打是影金属叉 但是有吸引力的影像是很重要的 今次我就找粒草莓帮忙 一般来说 摄影师的创作都会有一个既定的目标 可能是很粗略 甚至可能是精细的 今次我就试一试精细多一点 就是说 画出一个草图做一个既定的目标 接着试一下去做 拍摄反光物体 灯光的布局是很重要的 留意的就是 第一 可以的话 尽量用油化光源 较容易处理 第二 我们暂时放下先前所知道的光影照射角度的位置 即是0度 45度 90度那些 拍摄金属物 重点就是 金属物的表面所反映到的位置 我们就将那个位置处理好光暗的布局 这样就可以了 我现在在这边说 大家可能不容易明白 不过不要紧要 之后作出的示范 相信应该大家都没什么问题了 如果有问题就再问我吧 首先 放好叉在拍摄的位置 表面 轻轻 顺时针转了45度 因为根据我们先前订定的草图 叉是斜斜的 之后 我们放了一块黑丝涌 作为一个背景 距离叉大致上4尺 在左手面后方 加多另一块黑丝涌 这块黑丝涌 是处理好主角叉的反光面 如果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 这块黑丝涌作为一个反光的位置 叉的面将会完全反映不到的 因为叉的面是向左手面转了45度 所以现在它金属面的反光 就是左后方的黑丝涌 我们放一个扎长的油光箱 在相机右手面大致上135度的位置 升高它 作为一个主灯 也是唯一的一个光源 升高它的目的 是因为我们需要做一个逆光 不单只给叉 还给草莓 还给草莓 因为叉在左手面转了45度 金属叉的面 所反映到的就是左后方的黑丝涌 所以现在呈现黑色的 现在是 我们改善这个很简单 加一块反光板 在左手面的后方 大致上是左手面黑丝涌的位置 我们会看到 叉就会完全反映到 反光板 这一块是雅银的反光板 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就是处理好反光面所反射到的位置 大家会看看 如果我一直要改变它的时候 它是光影都一直在改变的 接着我们在相机底下的前面 補多一块反光板 令到叉的底部的右手面 多一个反光位 创造一个立体感 理想一点的效果 与此同时也都反映到 到时草莓有一个補的光 这两块反光板 最主要反的光 都是由由光霜而来的 接着我们就放上 精挑细简的草莓 放进去一个适当的位置 最后的一块反光板 我们加上去 就是补回草莓的顶部份 暗的位置 和草莓的顶部的顶部 是多脆绿的 大致上的灯光布局就做好了 到最后我们就加上一些水滴 希望草莓好像很新鲜 还滴着水 作为一个亮点 好了 这张就是一个制成品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今次的示范就到此为止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题 或者有任何意见呢 你可以告诉我 祝大家事事顺利 健康平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